當然也不是說這個社會大突擊 要看到是再過一個多月 就是農曆新年 在過年期間有很多花費 包含包紅包等等都需要現金 所以現金的需求會很多 但是很多的情況 現在在網路上 竟然有人公然販賣假鈔 上面還寫說 你用多少錢 就可以一比十一張一千塊 來買十張假的一千塊 非常的囂張 但是為什麼敢這樣做 其實很多人的確去買了 然後他果然被騙了 因為他收到的就是一堆包含紙板 包含玩具鈔 你根本不可能拿這一些 到市面上去交易 那麼為什麼會發生這個現象 這警方就分析了 詐騙集團這麼囂張 是因為買假鈔的人 也不敢去報警 因為不管是賣或是買 通通都會吃上官司的 走一趟年貨大街 梁手就多了些零嘴半首禮 過年增添新氣象 穿新衣戴新帽 難免都要用到錢 沒想到不肖集團開始蠢蠢欲動 直接在臉書社團貼文 缺錢就找他 還大喇喇標榜 百分之九十九高仿真 更公開LINE的帳號 想亂槍打鳥 加入詢問也不會言是假鈔 一比十就是花一百元的真鈔 換一千元的假鈔 很多人花了錢 但收到的是 兩小瓶水 明界紙鈔被騙了 也很難找到人 因為都是境外賬號 販賣就是衛造貨幣罪 那它這個刑度是 除以有期徒刑五年以上 是滿重罪的 類似的貼文 在全臺的各地區社團 都出現過 卻很少有被害人敢報案 買了這個衛造貨幣 其實有觸犯刑法一百九十六條 新時衛造貨幣的罪嫌之餘 被騙了還是可以報案 因為沒有買到假鈔 就不構成衛造貨幣罪 但如果買假鈔來用 最終會吃上十年以下的 有期徒刑 千萬不要以神釋法 華視新聞 華為華林智全新北市報導